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咱们这书场是继续开书 依着上文书的约定啊 咱们这一集就聊的是这神交陕德堡 跟您说句实话吧 要聊这位爷啊,我心里没底 有人说怎么着呀 你这是不是功课没做全 这资料没翻到啊 哎,那倒不是 这位神交陕德堡陕爷啊 在官书史料上不见记载 不但如此的 也许笔记里也没有 那有人就得说了 你这不是胡来吗 难道说这位闪爷的故事是你编的 哎呦,那可不是 我哪有那本事啊 虽然这史料不见记载啊 您可以打听去 北京城啊,这摔跤灌跤的 上至九十九,下到刚快走 您一问去吧 没有不知道这位闪爷的 这有清一代的善不营历史啊 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哪作为分水岭呢 从传说中的圣国爷秦敖拜 建立善不营的一史 一直啊,可以到这个 咸丰年间 到了同志光绪 乃至宣统 就是另一个时期了 在前一个时期里啊 这善不营很神秘 听说的呢 这善不营里所有的扑虎们 在辣月二十三呢 给皇上摔摔造王队 在周日初九呢 给这外翻使节 展示一下摔跤的本领 到了木兰秋显的时候 跟着皇上老爷子 一同啊到关外木兰围场 到那儿呢 去和蒙古的摔跤手 比试比试 显示一下这巴奇的武力 这么说吧 这个阶段的故事啊 都是这营里的故事 后来到了铜光以后啊 这故事可就说到了营外了 这呢 也是为什么 我不把这个扇扑营的故事 安排在咱们巴奇系列里聊的原因 有的好朋友啊 就爱着我 质疑我呢 说这个扇扑营啊 不是巴奇正式武装 也不属于大内侍卫 你要说这些人是演员吧 他也不准确 前两天啊 有一个朋友在留言区 一句话点醒了我 这些人呢 说实话 就是当年朝廷 皇帝 豢养的国家摔跤队 我先跟您说说 为什么我说这扇扑营啊 他不属于奇营 这奇营奇营啊 在奇营里 所有当兵当差的 全是奇人 可是说呢 这大清国呀 他并不是只有奇营 这么一个武装 相对于巴奇的 那就是绿奇兵 这些绿奇兵里 听差当兵的 全是民人 说了全是民人 那实际上 这九成九 全是汉人 您看这巴奇兵丁 加到一块 什么巴奇满洲 巴奇蒙古 巴奇汉军 总归堆啊 也就是二十万人 可是这鹿营兵呢 哎就这个绿奇啊 这一个奇 他就有六十万 这里边的硬性规定 就是在奇营当中 是绝没汉人的 这就回到了 为什么我说 这扇扑营 它不属于奇营 因为在同光以后 这扇扑营里啊 出了很多 来自牛街的 回回廖娇高手 您像什么 这个神交闪的宝 尹贵宝 闪嘎子 还有后来 赫赫有名的 碗巴呀 按照扇扑营 东西两营的位置来说呀 这扇扑营啊 应该算是奇营 因为这左右两翼的扇扑营 都设立在那一城 也就是满城当中 哥现在话呀 说都是二环以礼 这东营呢 在龙福寺 西营啊 在西四排了 依照这大清国的 加法组织啊 这两个营里边 是不能吸纳民人的 也就包括了这个汉人和回回 所以说呢 由这民间故事里讲啊 这些扇扑营的高手 回回高手啊 是怎么编辑的扇扑营 这不好交代了这个 我倒是查阅了很多文献 关于闪德堡 是如何进的扇扑营啊 没有记载 但是呢 从后来的 晚永顺 晚八爷身上啊 倒是发现了一点点线索 不过这一点线索呀 也不能说服我 有这么一本书 叫京郊史话 在这本书上说呀 这晚八当年啊 进扇扑营 是走了锐武老爷的举荐 这个锐武啊 是个奇人 看这样子呀 应该是当年扇扑营的 一个管事 见这个晚永顺呢 是个摔跤的奇才 于是啊 就举荐他进了扇扑营 给他按满姓 补了个二等扑户 所以说这晚永顺啊 才进了扇扑营 可是这一句话不要紧呢 这里边漏洞啊 实在是太多了 进赢了当差呀 那叫挑甲 不是每个奇人 都有机会 调得上的 更何况 你还是一个 冒名顶替的呀 再有挑甲这事啊 他也不是营里的管事挑 他是由啊 旗里的左领 挑好了 再送到你赢了 去当差 还有啊 就是进营就是二等扑户 这件事情啊 他也不可信 据我所知啊 这扑户可是一级一级考试得来的 那真是这些扑户们呢 一跤一跤摔进得及 从后补摔到三等 从三等摔到二等 从二等啊 才能摔到这头等扑户 所以说在我的书里啊 很少听到说这扇扑营是什么大内高手 是什么八旗武装 咱们在书里涉及到历史知识啊 那是当年我听老师给我讲的课 或者呢 是做案头工作 查了的资料 至于这江湖上的故事啊 我也是听老先生讲 所以说您呢 也别当历史听 把这些个前言啊 跟您交代清楚以后 我可就敢给您讲 神教陕德堡了 说呀 有这么一天 不知道啊 是大清朝的哪个皇上 当然了 这陕德堡经历呢 也无非就是同光轩 具体啊 他是哪位皇上啊 您自己脑子里歪歪去 这大清朝的京师啊 紫禁城里就来了两位外国的使臣 那会儿的使臣啊 已经称呼为公使了 不像前几辈子 还称呼他们为共使呢 来的是哪的公使啊 各国公使 也就是罗产人 那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今天啊 正是正日初九 按照这个大清的惯例啊 这正是各国的共使 给大清国递交国书的日子 哎 这共使啊 是前两年的叫法 到了这个同光以后啊 大清国在国际外交上啊 让这帮列强们一痛子垮抽 也就别共使了 这些人啊 就都被称作了公使 按照顺序啊 别的国家的公使 这国书啊 早就递交完了 办完了公使之后呢 自然这个皇上啊 安排了酒会 唯独这恶国公使啊 他站在皇上跟前 撇着咧嘴的呀 跟皇上瞎白祸 他不走 他指着自己 这随身的侍卫呀 就跟这皇上说 说您瞧哎 这个是我呀 从俄国带来的大力士 今儿来这儿啊 咱们按照往年的规矩 是不是还得跟您 这善不营子 会摔跤的这个扑户们 过过招啊 皇上您要是传他们来 跟我这大力士比较啊 您最好是传这个东营的 因为这东营啊 都是大块头 您别传那西营的小个子 到这儿啊 还不够他掐小鸡子的呢 这皇上一听 这个孙子说话 他怎么这么愣啊 刚要跟他发作呀 再一想 这洋人手里的 这个洋枪大炮啊 哎 也就算了 于是啊 就勉强的呲了呲牙 算是露出那么点笑文 跟这俄国公使说呀 说你看呀 咱们现在的世界都文明了 大清朝啊 也不像原来似的 靠这些个东西啊 展示自己的国力 我看呀 就算了 你这俄国公使啊 赶紧去 参加酒会去吧 咱们这个环节就免了 这俄国公使啊 站那儿 他不走 他莫分 他说哎呀 看样子 这大清国呀 是没了能人了 还别说摔了 这一下子呀 就是让我这俄国大力士啊 给吓住了 于是啊 就在这朝堂之上啊 非常放肆的大笑 这满朝文武呢 也是看着是敢怒不敢言 就在这个时候啊 就在侍卫班里走出一个小侍卫 这个侍卫啊 看这个年龄 大概也就是三十多岁 不到四十岁 虽然这嘴唇上啊 没有胡子 但是这胡子都留在了下巴上 个头虽然不高啊 但是非常精神 二老子硕硕放光 身上穿着皇上御辞侍卫的皇马褂子 再往脸上看啊 这哥们已然气得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他就指着供使说呀 你跟我们皇上说话 你要客气一点 这是大清国 这是大清国的金鸾宝殿 你要是再这样放肆啊 我就要教训教训你 这俄国公使啊 他倒没急 他拿眼呀 翻了翻了这个侍卫 因为呀 他要的就是这个 于是呢 就冲他身边的俄国大力士使这个眼色 这个野兽啊 他就更没有礼貌了 蹭了就蹿了过来 一把就抓向了这名侍卫 只见这名侍卫不慌不忙 见他一把抓过来啊 往旁边一闪尖头 躲过了这一爪子 往下一哈腰 戒时一甩 就是一个鞭衰 好家伙 这一下来的太快了 这金链上的人都看呆了 只见这塔一样的俄国武士啊 在空中被卷了一个道毛 啪的一下 后背招地就被扔到了新殿上 就好像这大殿上啊 倒了一堵山墙一样 这一下帅子 那是着实不清啊 一 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再有呢 这小扑户是真有功夫 手底又狠 个儿搂一生 差点啊 就魂归故里 提前呢飘回莫斯科老家 这俄国公使一看呢 没占着便宜 自己人又受了重伤 也不好再多说别的了 于是啊 也只能挥溜溜的回到自己公使馆去了 这一下子朝礼啊 主和派的胆小大臣呢 那可是害怕了 有人就提议啊 要治这个小侍卫的罪 可是啊 这会儿皇上不爱听了 皇上说了 按往年说呀 我善不应的扑户子弟 和外来共使带过来的武士 进行比武教义的日子 摔躺下了算什么呀 摔死了又当如何 这呀 是给咱们大清国露了脸了 我呀 得赏他 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会儿的小侍卫呀 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 可能是有一点梦浪了 于是赶紧 你抢过两步 给皇上打了个签说 回皇上 晓得我呀 闪的宝 是山不营西营 头等扑扑 皇上说 哦哦哦哦 看你留这个胡须 你是回回呀 闪的宝赶紧说呀 回皇上 晓得我呀 是牛街人士 正是回回 皇上看了看闪的宝 心里非常喜欢 哎 这就叫做上人见喜呀 皇上说 没想到啊 这刚过完年 朕就有一个好心情 今年这一年呀 我大清国肯定是 世事大吉 世事顺利 赏你银钱呐 那太俗气了 来吧 说着话 拿起笔来 在龙书案上 是刷刷点点 就写了一幅字 赏赐给了闪的宝 上边就俩字 写的是什么呀 写的是神交 这自此以后啊 就有了牛街的神交 闪的宝的称号 这件事呢 是民间传说 还是这个历史啊 您自己琢磨去 哎 您的智慧 您来分析 我呢 不在这瞎掰扯 有一回啊 我在地毯交场子 跟人聊这事的时候 可能是话说多了 哈 去 差点挨揍 您要是爱听这路故事啊 您得给我留言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故事啊 我孩子俩 也挺精彩 不过呢 我含着那句话 这路故事啊 它不来自 也识笔记 也不来做 正史观书 我全是从交场啊 听老师傅讲的 您要爱听呢 明儿我就给您接着抢 您要不爱听啊 咱们赶紧换牌子 不耽误您功夫 得嘞 我是昆仑六十 我在书产啊 候着您 等您话了 咱们明儿见 咱们赶紧换牌子 我们来看看